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怀孕快九个月的孕妇 在时代广场与一名黑衣男子发生口角 没想到该男子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朝孕妇的腹部扎了过去 在这个紧急关头 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突然扑向了孕妇的身上 被他挡下了这致命的一道 这位见义勇为的小伙子是一名大学生 他的名字叫王浩然 王浩然年幼的时候 他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为了跟母亲减轻负担 王浩然假期就出来做兼职赚点学费 这天他突然听到有人喊救命 便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 被孕妇挡下了这致命的一道 他的腰部被尖刀刺传 虽然负了伤 但他强忍着疼痛 转身就给出了一拳 随即就一脚把歹徒踢了出去 围观的群众也一起上去 帮忙按住了迟早歹徒 最后歹徒被警方带走 经过医护人员的权力抢救 王浩然脱离了危险 孕妇也顺利地生下了宝宝 孕妇的丈夫得知情况赶到后 激动地跪在了王浩然的面前 兄弟 你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 如果不是你见义勇为 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妻子 和未出生的孩子了 医院也免除了所有的医疗费和治疗费 让我们为这位见义勇为的大学生 王浩然送上祝福吧 愿他早日康复 学业有成 为王浩然竖个大拇指 留下一句 好样的 好样的